有个家伙没署名啊 署名都不署的 哦 叫赵什么什么 山东 山东济南市 什么什么不是有限公司的 可公开 三个大字 写在最上面的 可公开啊 他说他家里面他父亲和他妈有矛盾 家里面没人说话了冷暴力 爹妈都是冷暴力 但是呢他跟他姑妈回老家 发现原来家庭生活可以这么温暖 有说有笑 这个家伙呢还是个精姿 要考研混编制 但是呢他妈 这是主要是他妈主导的他那种啊 他自己摇摆的 他想考研啊 但是他心里想要赚钱 要有资料费 展学费 所以他得先上班 考研就跟古代考秀才一样 那么他妈呢 希望他搞一个跟政府搭编的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啊 既然是市民福乐县12345去当界线员 这个活的啊 没编制的 就是个合同工 合同工都有好多外包的 无限已经没有的 有好像有啊 我们苏州 有一个我们的同伴 他在苏州 社保中心服务服务乐县上班 一个月可能无休的基本上 我们就跟政府搭搭鞭 你先去干一干 如果有机会 你先去工作 总归摆脱你这个依赖关系啊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去工作搬出去 不要跟你父母一块住 你爹妈这 了就不要冷战状况 那肯定背后有原因的 你不要以为不是 不是不是没原因的 背后要么就是你爹出轨 要么就是你妈出轨 要么就是你爹冒犯过 你妈家里人 要么是你妈冒犯过你爹家里人 总归是有解不开的仇恨的 不愿意告诉你而已 当你是个小小小狗 当你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畜生 他不愿告诉你而已 你得不到你父母的爱 你也就是姑妈 你姑妈看得上你 你姑妈是一个庞系亲属 就带你过去感受一下氛围 他也不是说真的 真的要 哎呀 我觉得像有点像那种文学小说里面一样的 那种爹不亲娘不爱的 你写这个信 什么 救救我 什么这东西的 哎呀 痛苦窒息 胃疼 help 要在外面找爹妈 你是人 是大人 没爹没妈 他在孤儿院里长大的那些人 他也可以独立自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跪呢 你不是找爹妈 你找主人 你要和别人友善相处 你去和他交流 推心致富 他有什么利益关系 你理顺 你有共同利益 那就是伙伴同伴 你只要去参与劳作 在同一个岗位上和你打前后手的打配合的人 自然自然只要你诚实待人 只要你不欺负别人 那往往很多情况下别人也不欺负你的 别人想欺负你做出恰当的防范和反击 那别人也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了 别人也不会就一天到晚盯着你怼 你这个这个这个写信这个人啊 标准是一个扭曲的家庭当中的一个牺牲品 一个一个 他说他高考失败专科学历 就叫一事无成吗 有多少人没有专科学历的 你他妈想一想 我操 你想想 有多少人口没有专科学历都没有的 有多少人 你自己算一算吗 中考分流分掉一半的 你这就一事无成了 你好歹你好歹有个专科文凭 你好歹你可以专身本 或者或者说你他妈就用文凭来衡量人的价值的吗 你不用实实在的劳动 他创造多少劳动价值的吗 我现在恶心你知道吗 爆了个平面设计的培训班上了一段时间的班 技术不咋样 你爆了个培训班 技术不咋样 学 继续学磨练你的技术 平面设计能够让商品信息得到更好的推广 能够让消费者接受的更好的东西 或者说能够让 能够让资源流动起来 能够促进消费流通领域里面的资源配置效率 他对于经济体系是有他的益处的 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画画各种平面绘画 要贴广告 要广而告知 你有什么技能 请你好好去用这个技能用好它 磨练好你的技能 创造社会价值 成为劳动者 什么叫做高考失败专科学历 就是一事无成 你这什么屌级吧 价值观 什么 那我衡量 那我衡量我 我也是一事无成 我相比那些博士生 相比他妈教授 副教授讲师 我他妈是条狗 是个猪狗不如的 变成 你他妈要跟什么怎么比吗 你要跟占到那些社会 话语权点位 什么编制 精尖的那些东西 你要跟他们比 你要跟20万一斤的周公子比 神经病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你在什么岗位上 你有什么技能 你去创造社会价值 社会财富 注意维护你的社会权益 保障你的劳动尊严和周围的同样的劳动者联合起来 团结在一起 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你过的日子就是本本分分实实在来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你的生命的价值的 你干一天老实活 做一天老实人 团结一天 老实的社会理想 团结起来去追求一个 我不说什么老实人 老实人也是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做一个劳动者 劳动者可以用不老实的方式去反击那些 其实是用最彻底的最肮脏的方式在奴役劳动者的人 会被那些人污蔑成你不老实 你也会耍耍诡计 我说 卧槽 你踩在我身上 骑在我身上 他妈的几十年 上百年 上千年了 数万年了 吸血吸了那么久了 老子反抗一下 你说我不老实 所以我也不是用什么老实不老实来衡量一个人 我就说了 你只要你是个本本分分的劳动者 你通过你的双手 双手创造劳动价值 创造社会财富 供自己 或者同时也供他人 供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献出一份力的 你就有绝对的正当性和话语权 要求社会给你幸福 要求你获得应有的你的财富份额 你妈给你的爱让你窒息 离开他呀 没拦着你哦 我实事求是讲 你出去工作挣到你的钱 然后去租房子住呀 租小一点呗 租错一点呗 什么叫想你妈 他说很矛盾 不住在家里又抑郁 不出去住在家里抑郁 气得胃疼 现在淋巴上长得结结 我个人这样讲 你短命的啊 你一直是这么一种亚健康状态 免疫系统崩溃的 晚上睡不着觉的 抑郁 你还把30岁得癌 不要怪我 现在27岁了 我觉得你生命倒计时了 小朋友 实事求是讲 你如果是很抑郁的那个痛苦 那个精神状态 生命倒计时哦 你可能不超过10年的命啊 你他妈一直住在这里面 找死是绝对的 除非你有个方向可以发泄 比如像你妈你可以朝你发泄 他用冷暴的颜色发泄哦 让你感到痛苦 受折磨 他觉得我让我和这个男人的子女他妈受折磨了 我就这种方式报复那个男人 懂了吗 你不要以为你在活多久哦 你如果还对这个社会对于这个世界有热爱的话 尽量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双手摆脱这个环境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妈想给你安排个什么12345的工作 你去干哎 干 攒钱 攒个他妈几千块钱 把你工资就死攒着就不花 就回家 就回家吃你爹妈的饭 这个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因为我刚刚上面一个视频 刚说过 要 独立 怎么样 现在要养活自己 是不是 现在要养活自己 现在要能养活自己 我上个视频 喂 喂 我不知道有声音有没有录进去啊 反正我跟你说完啊我跟你说完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完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刚刚那个视频里面 我说你要摆脱父母的控制 先怎么样 先要养活你自己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 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变成法 就在于你要你养活你自己 你有个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你照样回来吃饭 你照样回家吃饭住在家里 但是你攒钱 等你攒够了钱你就搬走 而且你可以利用你妈给你的工作机会 什么12345什么济南电话客服中心 市民乐线就干 好好的去攒攒钱 攒个几千块钱 够你交三个月房租 赶紧出来 否则你一直待在里面等死啊 我靠 这个社会矛盾这样压抑 他肯定会以某种方式要 要宣泄出来的 救救你 没有他妈的人要救你 我操你死活关我屁事 跟我没关系 啊你做不到 没办法从里面脱离出来啊 赖在里面 一直什么淋巴上已经开始长结了 鬼知道是不是他把的良性癌细胞 早期的 鬼知道 你在免疫状态 你那个精神状态 我真的是很担忧你能活几年啊 这个逼还在这个什么 信里面说他已经怎么样痛苦了 要怎么怎么着了 你真的这么痛苦 你怎么不离开啊 没人拦着你啊 我死死求死脚 这他妈没人拦着你啊 你爹妈把你手脚捆住了没有 你妈甚至还跟你 还想你去 你就 我真的是觉得 你 请你去看一看现实 什么 出去了 觉得外面的人都是妖魔鬼怪 我我死求是讲 你这个家庭氛围里面 哇操 这我看来是最他妈 最最有可能是妖魔鬼怪出来的 你在说别的是妖魔鬼怪 但是我看这么多信件 你可能你这个氛围 在我看来是妖分最重的 妖气最重的 是那个矛盾他妈的 一直斩在那边 我不知道他爆发出来 爆发成什么样的 我死死求是讲 就是他家里人不说话的 吃饭轮流吃的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呗 你是要为为这个 这么一个环境要殉葬 还是说你要你要自救 我就强调一遍 你不自救 没有人要救你 你不自救 没有他妈的人要管你死活 关我屁事 我又不是你什么 你又没有社会主义理想的 你又不是一个 哇操工农大众 以工农大众的利益和解放为己任的人 还要他妈的去 哇操 还想 还想去 哎哟 觉得自己上了个专科 就是一事无存的 你怎么家事万一 都完全是歪掉的一个人 屁股完全歪的一个人 我管你死活 关我屁事 我出于人道主义 革命人道主义的 一丁点的关怀 我告诉你 就这么简单 有工作机会去干 不管什么活 反正你 你现在已经社恐了 我操 社交恐惧症很严重了 精神病流啊 很他妈严重了 你有什么活 你反正能搂到钱呢 正当的啊 不要去捞偏门啊 牺牲自己身体和这个尊严 这个东西肯定是我 我绝对不会说 要让你去做这种事情的 你还是说这种工作去 为打客服电话怎么着了 为人民利益 为大家提供信息怎么着了 提供信息服怎么着了 你去呗 攒个几千块钱好吧 啊 回来好好跟你妈妈聊一聊 我明天就搬出去了 你他妈到底为什么在家里不说话 操你妈告诉我 什么原因 你跟你老公 所谓的我的父亲 他也不说话了 你们到底有什么矛盾 讲清楚 我明天就走 你他妈讲清楚 让我知道 你不要留什么遗憾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永远不会回来住 我永远不会回来的 逢年过节又不回来 你们过了什么日子 你直接跟他说清楚不行吗 你妈难道就是个鬼吗 你爸难道就是个妖怪吗 不能说的吗 你不能跟他们说的吗 身经病 他不跟你说 你也不跟他说的吗 他们像活的像鬼一样 你真的就把他们当成鬼来看待吗 说难听点 你这种东西才叫做不孝顺 不想要去挣扎的去改变 你对你父母 在这个一向讲他不爱你 但你反过来你爱他们吗 你也不爱他们 好那就说你也不爱他们 你为什么不能离开他们 你如果真的要爱他们 那请你做好准备 有谈判的筹码 就是你离开他们独自生活的这些 基本的物质准备之后 去摊牌 去问 去问他呀 去问他们两个 到底他妈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事情才有转机 你才有谈判的权利 你才有谈判的筹码 你才你有了独立生活的启动资金 你有了独立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和意志 你才有去和他们谈判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你这个什么三人家庭 你27岁的早他妈可以出来自己生活了 跟你爹巴一天晚上住在那边干什么 27岁的不是七岁不是二岁是27岁 这个东西呢我再强调一遍啊 你 你 你不能 有下定这种决心的话 不要再来信了 我不伺候你这种人 我真的不想伺候你这种人 我真的不想一天到晚来的信全是这种货色 什么玩意嘛 你的人生你自己要面对自己要负责的 你的人生你自己要面对自己要负责的 你的父母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未来晚年 你也要负责的 你想干什么 你他妈叫躺吗 躺平 任由事情往糟糕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你这叫不叫懦弱 你一直说自己是懦弱懦弱 我说难听一天 那不是他妈的邪恶吗 你也是邪恶啊 放任事物向他妈的毁灭的消极的方向去发展 你心里在期待一个悲剧 一个肮脏的丑陋的结局 你自己心里面也是他妈邪恶的 你不要说你懦弱 你他妈就是邪恶 你就是要看到那个令人恐怖的肮脏的结局 来彻底的报复你母亲和你父亲 在家庭内部给你的冷暴力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也很洁白干净的 你想清楚你避免这个邪恶的结局的唯一的办法 请你现在站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其他道路可言的 真的没有什么其他道路可言 他姑妈带他出去过了几天 他时间一长 他妈一叫就把他叫回来了 完全是个他的原生家庭的附庸 我告诉你 你这种懦弱的这种附庸的这种 你是一个报仇的欲望在作祟 你想报复你的父母 你想让这个矛盾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这样持续下去 就是突发的不去做事情 不改变 不自救 要死一起死 你心里面就这个想法 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是骨子里的邪恶 这个是他们的邪恶 我说的 这就是生命的腐朽性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你的身上 我再强烈一遍 要对这种力量say no 你现在不是个懦弱的问题了 你是一个善良已经开始消失的一个问题了 你已经开始厌恶劳动了 开始妖魔化社会上其他的成员了 这是邪恶在蔓延 这是罪恶在蔓延 你现在开始被同化成是一个一个反社会的恐惧症 对于其他个体都有恐惧症 除非跟你有亲戚关系 是在你们那个家族上一桌子可以吃饭的那种亲戚关系 对于其他的社会个体就是恐惧他妖魔化他 这已经开始走向邪恶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情况我再强烈一遍 把其他同样辛苦的被压迫的劳动者当成你天然的家庭成员 你是劳动者 你是底层屌丝无产阶级 你这么一个女屌丝 你就是底层无产阶级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你爹妈不知道什么他妈怎么还能养活他自己的 那不管 你妈明显是个资产阶级取向的 一定要你什么的混编制的一定要编制资产阶级 一定要让你什么哇操跟什么政府公权力 关联到一块去 难道他是为人民服务吗 他是想要让你为人民服务吗 放屁 他就是想让你混个编 汉老宝的时候有铁饭碗 这个编制资产阶级的一个利益取向 你不去和他们拉开距离 你还等着什么 你没有能力现在去说服他们 去动摇他们去改变他们 那很明显 你没挣到钱 你没独立生活 你完全吃的喝的穿的全都仰赖于他们 你当然当然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了 所以首先请你自己独立自强起来 过上一个劳动者的本分的有尊严的生活 维护自己劳动者的权益和利益 还他妈 考个专科技都一事无成 就他们看不起劳动劳动者了 有个自己有个设计平面设计劳动技能 竟然就半途而废了 我操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还在幻想什么样的自然阶级梦想吗 你说你姑妈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你看你姑妈 她一家人其乐融融 没什么社会矛盾 你看她 她们你姑妈是靠什么在生活的 她的子女是什么工作 那都是本分的劳动者 我当然希望你的姑妈那一家都是本本分分的劳动者 都是底层一线的无成阶级 我当然希望了他们也可以活得非常的 融洽相互关怀 那你多去和你姑妈打交道 因为她是 她不仅是你血缘上的一家人 她是你阶级上的一家人 同样的 那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在社会上遇到的其他人 她是个本分诚实的劳动者 只要她不刻意刁难你欺骗你伤害你 你就不应该把她妖魔化 预设对她的恐惧 你要好好看清楚人家钱是怎么振的 人家那条命是怎么活着的 好好看清楚 就你的命是命 就你的生活当中的痛苦是痛苦 痛苦的人多了好 像你这样一天到晚无病呻吟 有病 但你也是有病的你也可以呻吟了 你他妈就只是呻吟啊 你不想治你这个病啊 你就只是呻吟哎 你有没有做出行动来想改变啊 就靠你姑妈把你带到餐桌上去吃几顿饭 这就是改变吗 你自己能不能站起来 活得像个人样 我拍这个视频 拍完之后 网上一传 又有人说我要PUA你 轮着到我PUA你啊 还我要PUA你 社会上的那些价值观 已经一轮一轮的把你PUA成这样了 你家里面的这些家庭成员 已经一轮一轮的把你PUA成这样了 PUA的墙角了 我PUA你 我PUA你 我PUA的有毛好处 我花这个二十几分钟 就跟你说这番东西 对我来说有批用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你能不能有一丁点的自己的骨切 他不愿意跟你讲话 你不跟他说吧 你有什么好聊的 做亲妈做亲爹的 不和自己女儿说话的 说个屁 这种人有什么资格 跟他交流 交流个毛 把钱攒够了 前一天晚上直接去质问 你们到底是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去问他们 你不说清楚 我明天就走 他两个老的还不说话 立刻搬走呗 又怎么着 他能把你怎么样 那个情况 我告诉你 你要稍微注意一点 因为那个瞬间 可能你妈或者你爸精神会崩溃 那个时候 如果他抄起个家伙 或者说想要 想要又是什么 什么自我胁迫 这种情况 立即报警 你是个成年人 27岁了 你有独立生活的权利和义务了 某种意识上讲 不能再让你爹妈 我操这样 你 你不是说 大学什么没毕业 而且毕业好几年了 都开始上过培训班 都上过班了 还他妈是这样的 你有劳动人 你就去找岗位 哪怕是一个月两千块钱的活 省吃俭用一点 你 我爱说了 过度阶段 先赚到钱 把钱攒着 不要给任何人 你爹你妈我操 你管他妈的 他也不跟你说话 你管他干什么 你每天就吃饭 反正有口饭吃 蹭便宜 占便宜不行吗 你忍受了这么多年的气 你占他一个几个月便宜 反正就要扯了 扯服了 把便宜占够了 把你爹妈给你的饭和屋子便宜占够 攒到钱立刻跑 不需要给他们多多多废什么话的 废话太多了 他不是一个想象正儿八经和你过其乐融融融的家庭生活的人 你跟他扯那么多干什么 你还不如去好好找份工作 工作环境过程当中去找个男朋友 你们两个两个小 两两口子好像过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活 把你的关爱去给予那些值得被你关爱的人 你爹你妈就按照你这个信件里面 不值得被关爱 实事求是假 他自己 自己在施暴了 每天在冷暴力在他妈施暴了 你管他个屁啊 我靠他这已经是很拙劣的 很素质很差的人了 明白吗 什么他他爹从小到大 不讲几句话的 每天就沉默高中之后 就不说话的那种人 我就觉得我操他妈太奇怪了 就这种东西 我告诉你 你但凡你有点勇气 或者说我这个时候 我我始终认为你缺的不是勇气 你有点良心 你好好看看这个事情发展到后面 是个什么掉结巴结局 是什么结局 你有点良心 用你的良心 用你残存的善良看一看 如果是这个局面延续的话 他们两个有好果子吃吗 你要想想他们这个危机 这个炸弹啊 这个炸弹要爆了 你现在有能力拆炸弹吧 你没有能力拆炸弹 你赶紧去学呀 赶紧去到社会当中去拼搏打拼 去学习去独立生活 去丰满你的语义 等到你有一定社会能力 独立生存能力之后 你在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 再回去试着去拆拆炸弹 你现在 你现在赶紧说 那个炸弹线圈在你身上 绕绕的 我操你赶紧我操 找个机会把这个两圈线圈扯开去 这也是救他们 长远来看 你是要再救他们 你要救他们 你要救你的爸爸和你的妈吧 他们可能因为某种种族观念 某种或者性伦理 某种 他们自己在自己家庭的精神病理化 已经捆住了他们的手脚 求求你好好想想 你现在救你爸爸妈的唯一方式 就是先暂时离开他们 我不是永远离开的 血缘是不能割舍 不能割舍的 好歹有养育之恩 虽然这个育啊 不是特别负责任 养恩总有的 生恩养恩总有的 那我告诉你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你父母的唯一方式 扯乎到社会上去独立起来 好好 但这个过程不是说 让你立刻他妈跑啊 我说要继续 要生在曹营心在汉 要寄生在你父母上 吃点吃点饭 睡点觉 攒点钱 到社会上去独立起来 雨衣丰满之后 找到你的同伴 你有你的朋友 有你的伴侣 有你自己的 甚至你妈小孩都生了五六岁了 你家里面还那个死养 这个时候带着你的孩子回去 跟你爹妈 好好聊一聊 这个时候你做一个成年人 你不是他们的附庸了 你不是他们的狗了 你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圈养在家里面的一个吉祥物了 你这个时候你说的话才有分量 你这个时候你做的事情才对他们有影响力 你现在算个屁 还看不清楚吗 我操怎么就 我感觉如果说有佛教六道轮回的话 你是不是第一次 做人啊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以前是什么 我操不知道哪个道的 第一次轮回到这个人道 你是不是第一次做人 你是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这游戏怎么玩的 那我告诉你 这游戏这样这样就有这样玩的 你要解决这种难题 你妈妈就得狠下心来 斩波大的 斩波大的 你力量不够吗 你每一次的力量都不够 那你斩呀 斩一个大的力量不行了 斩几千块钱是你 独立生存的资本 是你讨价还价的 这个话语权的来源 救救你 救救你 救个屁 给你打钱没有用的呀 没办法证明你有那个勇气的呀 没有办法证明你有那个良心发现的呀 我现在就知道 你是三个人当中唯一一个可拯救的 但是 直接去拯救你是没有用的 直接给你打钱 批用 直接哇操 直接给你灌鸡汤 没有用的 还是靠你自己 克服对于别人的妖魔化 你拼了吗 你有什么资格妖魔化别人 别人有没有伤害你 别人又不要 把你的皮吸你的血 你为什么要妖魔化别人 如果别人巴的皮吸你的血 你一定要把他当成敌人去对待 没有必要当恶当妖魔 他就是个敌人 他顶多是某种资本主义逻辑的士绅 崇拜金钱 崇拜权力 这种人当这个东西叫士绅而已 他本身不是什么妖魔 他本身只是被寄生的 你现在有多大差别 你自己温馨自问 你是不是也拜金 那你有没有 有有拜金的那一部分 你是不是也崇拜权力 崇拜编制 你有没有那一部分 你是不是也崇拜那种 可以做人上人的那些 衣贫仰仗的那些 头衔 身份 你是不是也崇拜这屌东西 你他妈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千万不要再来信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千万不要来信了 我不去伺候你们这种人 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还觉得 哦 劳动是最有价值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去创造价值 我成为人类的平等的 劳动者的共同体的一分子 去为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尊严 人类的幸福生活 去添砖加瓦 你始终是这样想的话 我 并且你认为你不应当用什么 哇操各种编制 各种头衔 各种学位 哇操各种文凭 要骑在别人头上 甚至我有资本 有他妈有能上人的他妈的特权 只要你不认为这些东西 可以骑在劳动者 老百姓头上的话 我觉得你还有得救 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话 你不要再写信过来了 离我远一点 离我们远一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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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